学IT 拿高薪就来千锋教育 高品质全程面秀教学 零元入学 两周免费视听 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 Web网页设计课程 今天我们要讲解的一个内容是 Web网页元素的一个基本打造 那首先呢 我们要了解一下 Web网页当中呢 包含的有哪些元素 首先呢 是有导航 按钮 包括一些线性图标 块状图标所组成的 包括一些简单的装饰条 装饰线 还有边框色块等等 那我们的一个网页呢 它的一个网页的元素的基本风格 包含的有哪些 有平面类 还有一个体积的 包括光感的 还有凹面的等等 那Web网页当中呢 它的一个元素啊 非常的简单 首先呢 第一个呢 包含的就是按钮 那接下来呢 我们说一下按钮的一个基本打造 按钮呢 它可以是任意的一个形状 但我们常用的一个按钮呢 就是有一些圆形的呀 或者是圆角居形的呀 包括椭圆的呀等等 我们是生活当中或者是工作当中 常见到的一些按钮呢 就是圆角居形啊 居形呢 或者是椭圆的等等 那我们首先看一下这个按钮的一个基本形状 你可以说它是任意的形状 但是呢 它有一些形状呢 也不太适合 比如说特别花哨的一些形状 形状呢 比较看上去比较乱的 这个呢 就不太适合 所以说我们在做按钮的时候呢 呃 你可以做一些常规性的按钮 比如说像这种圆角居形的 居形的 或者是陶芯的等等这种的 比如说你像这种呢 它就不太适合于做这个按钮 首先呢 这个按钮呢 要自做起来 看起来比较饱满 然后呢 内容呢 比较适中就可以了 那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按钮的尺寸 按钮的尺寸呢 也要适中 你不能做的按钮呢 太宽或者是太长 给人的感觉呢 就很不舒服 所以说我们的按钮的这个尺寸呢 要适中就可以了 因为按钮呢 它的程度啊 大到一定的程度呢 它看上去就不像按钮了 所以说给人的感觉没有点击的欲望 所以说在我们做按钮的时候呢 所以说它的尺寸呢 要适中 还有一个呢 就是它的文字 文字的大小你也要适中 多大的一个块状 然后你给它放多大的一个文字 还有就是我们的按钮的背景 跟我们文字颜色一定要给它 黑白明显 假如说你的按钮的背景是深色的 那你的文字一定是浅色系 如果说你的按钮是浅色 那你的文字一定是深色的 首先我们看一下第一个 它的文字呢 就太大了 这个呢 就太小了 而且呢 这个文字呢 你要给它左右上下 最终对齐一下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颜色 这个颜色就不太适合 因为它的背景呢 本身就是深灰色 你再给它的文字 给它用一个深色就不太适合 还有一个就是肢体的选择 因为按钮呢 它是让人们激起点击的欲望 所以说你的文字呢 一定要清晰 简单 明了 还有一个就是这样的一个效果 就是渐变的一个效果 渐变的一个效果呢 一个是感觉给人的 这个过度没有做好 还有一个呢 就是它的颜色呢 有深有浅 不太适合 所以说它的样式呢 给人的感觉太多了 那这个呢 是最终的一个效果 这个效果呢 是比较舒服的 那这个呢 是我们网页当中的 一个基本元素的打造之一 按钮的角色啊 它是让人们能够激起点击的欲望 所以说咱们的按钮的 它的一个颜色呢 一定要去醒目 亮眼 所以说我们通常啊 这个它的按钮呢 一般都是红色的呀 或者是黄色的 为什么选用红色 黄色 橙色的这几种按钮是比较多的 因为橙色和红色 黄色这几个颜色呢 首先从这个色彩当中呢 它是能够激起点击的欲望 首先呢 我们的红 橙 黄 这几种颜色 它是在我们的美食当中呢 可以代表的就是 能够激起人的一个食欲 或者是激起人的一个欲望 再一个呢 就是它在色彩当中呢 是比较醒目的 包括我们金融类的 这个橙色 它是代表着一个金钱 富贵的这种 文字的一个表达寓意 所以说呢 我们通常的按钮能够激起 能够激起这个人们点击的欲望 能够更加的醒目 我们一般的按钮呢 都会选为这种亮色的一个色系 首先我们看一下这边的这个按钮 它的颜色呢 这个饱和度就没有那么的醒目 相对来说呢 这个效果也不是说特别的好 所以说我们在左边的这四个的按钮 还是相对来说比较舒服的 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 按钮的一个基本状态 按钮呢 首先呢 它有一个静止的一个状态 也就是说我们所说的link 就是正常的一个状态 还有一个呢 就是鼠标滑过的一个状态 比如说鼠标静止的一个状态呢 是呈浅蓝色 鼠标滑过的时候 鼠标是呈 这个按钮呢 是呈森蓝色 包括这个鼠标按下的一个状态 它比如说可以跳转为红色 当你鼠标按下 抬起的一个状态 然后它又变成了一个其他的颜色 所以说按钮呢 它有四种状态 但是我们在去写这个按钮的时候 我们通常呢 会表达为两种状态 表达四种状态的这种方式非常的少 所以说我们通常在写代码的时候 都会表达为两种状态 一种状态呢 就是鼠标静止的一个状态 一种状态呢 就是鼠标滑过按下的一个状态 所以说呢 我们通常表现的这个按钮的状态呢 是属于两种状态 那除了按钮以外呢 我们网页当中呢 也是包含了有一些导航 那首先呢 我们了解一下导航的一个寓意 包括导航的一个绘制 首先呢 我们看一下这个导航是做什么的 导航呢 是指通过一定的技术手段 为网页的访问者提供一定的途径 使其可以方便地访问到 所需要的一个内容 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其实这个网页当中的导航呢 就相当于我们的一个百度地图一样 它可以让你精准地去定位 找到你想要的一个位置 也就是说 你目前所在的位置是在哪个地方 然后呢 你之前去过的地方 它也会给你记录 包括你可以去到哪个另一个地方 所以说呢 这个网页当中的导航呢 你可以解读为 我们生活当中常用的一个 这个百度地图 或者是高德地图一样 所以说呢 这个就是我们网页当中的一个导航 那接下来呢 我们看一下这个 我们网页当中的一个导航条的一个分类 首先呢 我们分为足导航 次导航 以及面包线导航 足导航呢 一般位于我们的Banner 或者是网页的顶部 以及Banner的底部 我们可以第一时间呢 去浏览到我们的这个导航 所以说我们的导航的位置呢 一定要给它放到最显眼的一个位置 其次呢 就是次导航 次导航呢 可以是位于网站的一个侧面 一般我们通常都会放到网页当中的一个左边 这个呢 就属于我们的一个次导航 面包线导航呢 它是起到了一个引导的作用 我们也可以叫做它路径式导航 也就是说你当前的一个位置 比如说在第一第二第三第四 这个呢 通常为这个面包线导航 它可以记录你去的路或者是回去的路 这个呢 是面包线导航 目前这个面包线导航呢 它是用来表达内容的一个归属关系的一个界面元素 首先呢 它可以去表达于什么样的一个形式 比如说我们在京东天猫上去买东西的时候 它这里呢 有一个全部商品的分类 全部商品分类打开以后 你看你比如说家用电器 然后服装 女性服装 男性服装 然后这个呢 是所表达的一个成级的一个归属关系 比如说一级二级三级 这个呢 也是相对来说比较好理解的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看一下网站导航条的一个设计原则 网站导航条的一个设计原则呢 首先 咱们的网站导航条的一个色彩 要跟网站的一个整体相融合 其二呢 就是导航条的一个位置要明确 你可以放在Banner的上方 也可以放到Banner的下方 还有一个就是导航的层次要清晰 因为我们做这个导航呢 它是起到了一个引导的作用 所以说我们的导航条呢 一定要去给它表达的简单明了清晰 你的层级关系也要表达的很清楚 你的交互样式是什么样的 比如说你的导航鼠标划过的时候是什么样的一个颜色 鼠标静止的时候又是什么样的颜色 那接下来呢 我们再了解一下网页导航的一个基本的准则 首先呢 我们要组织良好的一个链接 那组织良好的链接呢 你不要说跟H5有关系的 其实它是跟H5是有一定的关系 但是你要在画页面的时候 你要把这个页面的一个链接要给它画好 比如说我在这个首页 首页里面它包含的是只有首页 比如说二级页面里面 或者是产品的分类 产品分类鼠标划过的时候 有没有里面包含的有二级页三级页 这个呢 你要表达清楚 一定要简单清晰明了的去表现 方便我们的应用户呢 去更好的理解你的这个成绩关系 还有就是你的这个导航的一个界面 就是多少个菜单 你的导航里面有多少个栏目 每个栏目里面有没有其他的一个栏目 所以说这些的基本的一些链接 一定要去给它表现清楚 要给它画明白 首先我们看一下 这里呢 是我们所展示的一个基本的网页的导航 首先您看一下它的导航 静止的状态呢 是没有射块的 当你鼠标划过摁下的时候 它是成这种深色的一个色块的一个状态 所以说在我们画导航的时候 你要把这个网页当中的一个交互样式 要给它表现清楚 那么接下来再看一下 当你在点击这个二级页面的时候 你的二级页面里边 有没有其他的一些导航的一些设计 那如果说它有的话 比如说鼠标划过的时候 它是成这种橙色的箭头形状 鼠标静止的时候 它是成这样的一个形状 所以说这个时候 你在画的时候 一定要给它画出来 如果说你画的时候没有画出来 那咱们H5静态页面的一个排版人员 他后期还要找到你 你这个鼠标划过的时候 是什么样的一个样式 你想设计成什么样的样式 它还要去给你进一步的去沟通 所以说我们在画的过程当中呢 就一定可以去给它画出来的 这块呢我们要注意一下 那我们也可以看一下 其他的一些网站的导航 网站导航条呢 它是设计表现形式不限 方便用户浏览就可以了 所以说你看它这里的导航 是图标加文字的一个导航 这里的导航呢 也是鼠标静止的一个状态呢 是这种的 直接是文字 鼠标滑过的时候 它有的交互样式呢 就是给它加了一个设块的形式 而这边呢 就属于它的一个次导航 属于二级页导航 它是在网页导航的 在网页的一个左侧 通常会显示这样的一个导航形式 那这个呢 就是属于卡通式的气泡式导航 这个导航呢 它是根据它整个网站的风格 首先你看一下 它的网站的风格是以这种 受众儿童的一个形式去表现的 因为它这个网站的一个 针对的一个人群是儿童的 所以说它整个的网站风格呢 是比较卡通的 形象的表达了这种 它的网站的一个风格 那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网站导航 它也会放到一个底部 首先我们看一下这个网页 它是以满版的形式布局的 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它的导航 它的导航为什么放到底部 因为满版式布局呢 它是以一张精美的画面 去呈现的这个导航 所以说它是以精美的一个画面 去呈现的这个网站的设计 所以说它会把这个导航放到底部 因为你放到上面的话 它会破坏整个的一个画面的风格 所以说你也可以放到底部的形式 鼠标镜子的状态 它是这种小一点的这种导航 鼠标滑过的时候 就是比较大 这种呢也是比较鲜明形象 还有我们游戏类的导航 通常它的导航呢 也会放到底部 比如说你放到顶部的话 你压着头部 给人的感觉就破坏了整个的画面 那你放到底部的话 压着腿是可以 没有太大的一些问题的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可以去做一些导航条的一个绘制 导航呢 它的表现形式呢 非常的多 你要根据它整体的一个风格 就是整体的一个网站的风格呀 包括这个它的一个位置啊 以及它的一个交互的样式 你要给它表达清楚 还有每个栏目 每个栏目里面包含的 有没有其他的栏目 这些呢你都要表达清楚就可以了 总之呢 我们的导航表现形式是不限的 方便用户浏览即可 好了 今天的课程呢就到这里 如果说你想进一步学习的话 欢迎大家来到这个千锋UI学习营 它的这个KQ呢 是609806985 609806985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